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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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2022年 它即將來到尾聲 馬上就要迎接聖誕節 還有新年假期 這也是傳統上面送禮的季節 今天無論你是要對重要的人表達心意 或者是你犒賞自己一年來的努力 我認為手錶 都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選擇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能夠再次來到寶島鐘錶台北名店 除了看到 我們最喜歡也最熟悉的 百達斐力之外 還有更多像是蕭邦 織伯 百年齡 或是Berum Rose 等等多樣性的作品 這一次 他們當然也推薦了幾款 非常具有特色的錶款 提供給喜愛手錶的朋友們 作為參考 手錶是非常貼身 非常個人化的配件 最能展現一個人的風格和品味 無論是送給重要的人 或是送給自己的禮物 選對手錶很重要 我們通常會建議挑選手錶 最好可以從知名的品牌 和經典設計著手 這次我想推薦蕭邦和資博 兩個都擁有豐富的歷史內涵 也有識別度非常高的經典設計 都是在我們寶島鐘錶台北名店 銷售的經典品牌 首先蕭邦 這個品牌知名的設計 就是Happy Sport 蕭邦在大約30年前 推出Happy Sport 用滑動鑽石這樣的 充滿完新的創意設計 讓珠寶錶走進女性的日常 打破過去珠寶錶只能正式場合 穿戴的既定印象 世衛鐘錶界帶來聲援的影響 也是現代女性一定要擁有的錶款 像這兩款新作品 Happy Sport Automatic的30mm綠面 還有36mm 藍色漸層貝殼款式 以玫瑰金及不鏽鋼雙色金屬 搭配近幾年來 非常熱門的綠色和藍色面盤 5顆或7顆的鑽石 隨著手腕動作 在絢麗的面盤上靈巧的滑動 為你每一天都帶來好心情 另一款Happy Sport The First 是用1993年經典的Happy Sport 作為藍本重新詮釋的作品 以黃金比例 重新打造33mm的表殼 結合精心打磨的鵝軟石型 復古鏈帶 柔軟的服貼在手腕曲線 圓潤的表殼搭配銀色面盤 點綴著羅馬數字石標和軌道石刻度 還有7顆滑動的鑽石 重現1993年原創表款的優雅魅力 無論是經典原創復刻款 或是活潑的雙色金搭配彩色面盤款式 Happy Sport都在成為現代都會女性 在不同身份場合中最完美的夥伴 寶島中錶台北名店 還有更多Happy Sport的款式 可以提供更多樣的選擇 剛剛我們聽完Sean介紹的小邦錶 緊接著我要來講的這一款 就是直播錶 直播錶也是最近幾年 受人瞩目的品牌之一 當然它最受歡迎的 還是Loyato桂冠系列 動感 又不是優雅的設計 它已經逐漸成為市場上面搶手的系列 不過談到直播 其實它最有代表性的還是三金橋 這是把極心設計提升到 視覺藝術層級的典範 因此過往 它有表界蒙娜麗莎的美名 也成為不少資深藏家 它以往必修的作品之一 而最近幾年品牌積極地走向年輕化 所以它著手把經典的三金橋 改用更現代化的設計 來加以詮釋 而我們首先來看這一款 Neo Bridge 它也是經典三金橋年輕化的版本 設計靈感主要來自於Neo Tobion這款表 因此表款同樣呈現 強烈視覺衝擊的復古未來風格 但它卻提供了比較親民的入手價格 那從整體的架構來看 Neo Bridge 雖然把三金橋改成雙橋的設計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 三金橋的結構 這款錶的錶橋 它採用噴砂PVD渡黑處理的鈦金屬材質 看上去它的質感相當的好 此外品牌為了讓設計的錶橋看得清楚 因此錶鏡達45mm 看起來的存在感相當的強烈 不過畢竟它是太金屬的錶殼 它戴在手上十分的輕盈 而且它這次的錶殼也經過特別的設計 即使它尺寸稍大 也不會讓人感覺到手腕卡卡的 另外還有一點特別有趣的是 我們看到錶背的機芯 它的布局會以為這是一款手上鏈腕錶 然而實際上 它是一款不折不扣的自動上鏈腕錶 我們仔細看可以發現 品牌將微型自動盤 非常巧妙地安裝在面盤側十點鐘的位置 它跟發條盒排列出左右對稱的和諧感 因此整體來說 這款錶展現出結構美學的流利線條 雙橋雙輪 對稱的機械結構 和諧均勻的比例 呼應著這雙金橋的和諧美感 是一款經典設計 年輕化的傑作 另外一款同樣從經典三金橋 設計延伸的FreeBridge 它的表徑為44mm 不鏽鋼材質 表款還搭載細材質 輕重百輪的機芯 我們可以從簡化的面盤來看 雖然它還是有三金橋結構的痕跡 不過上方的兩橋被隱藏起來 只留下六點鐘的位置 來固定輕重百輪的第三橋 呈現出具建築感的 立體式拱橋的NeoBridge造型 而百輪位置的錶橋 就像是一座拱橋一般 這樣的設計 也更加突顯出 輕重百輪的科技美感 整體來講 這就像是把傳統的金橋解放出來 成為一種全新的設計 這兩款錶 從資博的經典三金橋延伸的錶款 透過創新 還有具有先進技術的演繹 為品牌的經典工藝 帶來更多未來性的意義 可以說是品味人士 它不容錯過的傑作 這次寶寶鐘錶台北名店 它帶來蕭邦 還有資博的幾款精彩作品 今天無論你是要送給重要的人 或是送給自己 靠長一年來辛苦的努力 都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當然在店裡還有其他更多的錶款 可以選擇 建議大家不妨親自來一趟 感受一下以崭新姿態 重新出發的寶寶鐘錶台北名店 它全新的狀況風格 還有它專業的服務 同時也別忘了參觀和試戴一下 這些精彩的錶款 那最後也預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Happy New Year